一百一百五 女子穿桃紅白色條紋上衣 一走進菜攤就開始搜刮 三百 三百五 很像是全家就是你家 好像我家是他家 老闆看著監視器一邊算 女子拿了多少菜多少錢 她把桌上八包菇類全部掃空 塑膠袋裝好裝滿還不夠 現在菜對到臉 菜頭有點紅 還給我拿兩個袋子 袋子不用錢 拿了菜籃做掩護 再抽一個塑膠袋狂拿兩斤四季豆 四季豆不用錢給我抓 幾三百五 女子最後把籃子放回去 提著滿滿兩大袋的菜 大搖大白的離開 就很誇張拿東西 就是跟一般的小偷不太一樣 就是一直拿一直拿 不會就是怕旁人就是 懷疑東懷疑西這樣 蔡菜賊出現在台中豐原第一市場 9號早上9點半左右 攤商百百損失了一千一百塊 也認為小偷直到現在菜價貴 還專挑貴的偷 現在比較貴 四季豆現在上禮拜吃一箱 大概也要一萬多塊這樣 這邊也是會有順手牽羊 我們前面有放那個鏡頭骨頭 那就帶了兩串然後就跑 把別人的菜攤當成開心農場 想偷菜就偷 颱風過購菜價飆漲 不只賣菜的人被偷了 垂心肝 買的人也很有感 本來花一千塊 現在大概要花一千二 刀蜜菜一斤三十五的話 現在差不多四十五 現在每生菜一顆好像六七十 現在都要一顆差不多一百塊 菜價貴直接用偷的 想用免錢菜的代價可不小 警方將調閱監視器追查 一切到最正辦 好像我家是他家耶 TV社黃國均 羅惟欣 台中報導